欢迎回到今天的流亡也风流 今天我们找到Tiana和Joe两夫妇 为什么去找他们呢 其实那时候你们在香港已经是帮人剪头发的 刚刚我试过Joe的手势 每次我来到宝宝差不多来到英国之后 一年以来我每次都找你剪东西 不过我每次都是剪辣老头 最后还是不打你 剪头发的问题 很多香港人来到之后都会遇到的 阿龙这些就没问题了 阿龙是橙青的 我直接找个橙搞定 你随便在和尚里面可以帮他搞定 你自己有个橙的 如果你这边去剪的话 那些叫我们Barber Shop 通常你就不会像香港那样 看到别人剪头发 拿把剪刀去剪的 素跑 超市买10磅1个 吉链 都蛮麻烦的 香港人在英国剪头发都蛮头痕的 其实是 所以我们刚刚来到之后 我们也加入了一些Facebook group 或者街坊 group 有不同的人 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 我们看到有些人做装修 做装修 做电工 香港人都会找到香港人 问题是哪里呢 第一 剪头发是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整车的问题 上次我找了讲英伦的Alan 今次我们讲剪头发的问题 没错 我们香港人来到英国是要融入生活 但问题是有些事情 你未必接受得到的 即是你真是炸个酸泡 帮你剪头发 那样 剪不剪得回你的头发 要么你有个抉择 要么你就放弃你现有的发型 就融入当地的发型 也要融入英国 要么你就找回香港人才会剪头发 通常我们听说 去Barber Shop 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 他通常不会问你剪头发型 以前我们就说 去到一间生保的salon 我们就找回以前最英俊的照片 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他就会弄水 但这里不是 他会问你剪多少cm 他通常都会问 你要分析多少cm 他就会决定 你要究竟多短多长 至于你说 你需要再剪头 他一去到用剪头 可能有一个 extra charge 跟香港会很不同 即使我知道 香港的Barber Shop 也未必会是这样 但这边就真的会有些不同 即是香港的预设 即是这里的预设 这个Default 就是用这个梳跑的 是不是用梳跑的 你要说他才可以找教钱 但还要加钱 但问题就是 你拿得教钱 不一定可以赚回香港的水平 对不对 但是 就是这样 你要试 你知道 找自己的头来试 找人的头试 没所谓 你家里有个小孩 你怎样去到处试 都没所谓 但是他开始 他在青春期 他怕不见女儿 他就开始怨你了 对不对 所以 这里有一个问题 Diana Joy 你说一下 你香港本身 已经搞 一个Salone 是 没错 其实我们都 在香港 我想都超过二十年 二十年 没错 自己有一间Head Salon 我们两夫妇在那里 那时候 在那里搞 在铜锣湾 没错 没错 都很需要的 你在铜锣湾 也就是 那些客人 也是的 幸好 都做了一批 很好的客人 很多年 但是 也是那句 你为了小朋友 其实到头来 你都会选择放弃 然后从这里重新来过 那时候 搞了二十年 开了二十年 在铜锣湾 都叫老婆 都是上楼 没错 在铜锣湾 有没有 有些客人跟着你们过来 又很幸好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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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叫跟的 只是刚好 有些本身都是 Base 这边 两边走 有些真的 因为 过来 刚好又在附近 其实周围都有 Mancherster 有 London Reading 也有 但是 当然 比例 不是很多 是的 但是 是的 知道 都会 特地来找我们 都很欣赏 是的 我最记得当时 其实 通常你刚刚来到 就会不断看 Facebook group 没错 大家交换街坊资讯 我记得你 出了个post 就说你想做老本行 你想剪头发 这样 然后 就在 Reading 的市中心 其实你就是 找到个地方 都是帮人剪头发 可以叫别人去找你们 但是 好像有些意外 最后 最后就搞不成 现在就 去到你家 甚至乎 你有事 会上班 帮人剪头发 那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那时候 因为最初 找了个地方 落脚 其实你找个地方落脚 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时候 怎么找的 那时候 我都是逐间 逐间店去问 你们请不请 freelancer 或者租位形式 run a chair 但是很无奈 Reading 他们不是很做这些 样式的 他们最多是 请你 或者不请你 包身请你 是的 没错 但是就很不 factable 就是由 那个价格 那样东西 譬如他们做的service 和我们香港人 都是 挺不同的 因为始终 譬如很简单 做类似的 傅尼紙 其实 很多service 是要做的 那他们就 未必很prefer 就是你在他们那里做 那如果 除非他们有 provide 如果不是基本上 他们就会 你最多 你放假的时候 才帮你下人 那样 那他们就觉得 很不 factable 于是乎 那么巧 就找到个地方 那他就 做一个租位形式 整个 Reading 他一个这样做 但是无奈 做了 一个月都不够了 那他说 业主突然间 要收回店银 那么 就没有了 他就立刻 给 notice 下个星期 你要离开了 嗯 那中间 都是 当时 都心急的 都想找 找店 找店 但又是 其实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始终 这里 譬如我们做HELTS 你要改那些水 改那些电 可能他们的店银 也要改动了 然后要向Council 申请 那他们一听到 你太多改动 他们就不愿意做给你了 哦 ok 嗯 就是你港式剪头发 就真的是 哇 所有的东西都不停了 真的很简单 平时拿个梳化而已 没错 没错 又要帮你洗头 又帮你烤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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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那么多东西 那完全不同的 就是你那个硬件上面的东西 是的 所以变了 第一 就是他自己本身 又要交给人 没错 第二 就是你找铺 你要改装 去做装修 你说改动很多 你在一个单位 要跟业主谈 要改好水喉 电 除非你床租而已 没错 如果你只租一年 你改好地方的东西 那我怎么租出去 你又要收拾 没错 没错 所以变了就是 你找铺 那里 有没有尝试 跟业主谈过 有 我找了很多间 但是无奈 就是他们的 agent 一听到 和 feedback 回来 都是觉得 太麻烦了 因为这个很不同 香港 香港就是 可能租金贵 他丢空一个月 他就会亏很多 但是这里 就反过来 觉得 你太麻烦了 我不愿意搞了 我就不想去做一些 你令我太复杂的 那些业主 都是不prefer 是的 可能你做指甲 你不需要改动这么多东西 那些可能会容易 但是你没有跟我说过 譬如你说 我upfront给你 一年 或者两年 我是改动多了 我是麻烦的 但是我很有诚意 我都不行 都不肯 他们一听到 其实我找过有一间 业主愿意 让我去改动 但是无奈 那个area 那个地区性 比较复杂 就是比较杂 那他就变了 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坦白说 来得英国生活的 你都不愿意去一些 太复杂的街道 你都知道有时候 譬如可能 是不是osf 没错 没错 就是那里 有很多少数民族 没错 也不是少数民族 也有很多外来人 没错 应该整个redding 就是犯罪率 数一数二是那个地方 没错 租金是便宜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 他愿意去 他会就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 都方便的 但是始终这边 你要找一个地方 去弄任何的东西 其实parking很重要 是 我们看周边 是完全没有parking 而且 真的比较 又不方便 又不方便 又比较复杂 就是跟你剪头发 对吧 就是摆下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里面有个银包 可能被人夹了去 对 对 即使你摆下车 你都怕被人搏 那也是 所以 所以 我们就放弃了 那个area 所以 那时候 我也记得 就是说 留了个名字给你 就是 留了个联络 number 可以找你 谁知道 我第一次剪头发的时候 你已经不在银店里面 那么 你有没有剪过一天头发 有 有 剪过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对 那感觉如何 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其实 其实 他都ok的 他是好像一个 一个 三千尺的地方 然后他就 间开了很多不同的section 嗯 那变相 就 你好像租他一个section 那他有一些common area 给你帮客人洗透一下 都flexible 但是无奈就是 他突然间 他就要收回那间银店 我估计可能是租母上 有些问题出了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 你这三个星期里面 找你的是否 绝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绝对是 那有没有本地人 问你多少CM 没有啊 因为 反过来 其实都是by appointment 哦 appointment 是的 所以 所以他们都是 主要是香港人 他们始终香港人 大家有 过得来英国 其实都 大家有 相同的理念 所以我觉得都 其实有时候 这边做也很有趣的 以前在香港 反而 跟客人聊的机会 没有那么多 因为那个 回转会快些 但是这边 就休闲一点 还有 过得来 大家虽然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是新移民的嘛 很多东西要交流 是的 那你也认识了不少人 都ok的 是的 那有些 大家聊起来 都会 都挺开心的 大家的situation都差不多 嗯 都ok的 是的 那你在那个月里头 你累积了多少客人 其实 你问我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去统计 就是究竟 的数目是多少 嗯 但是因为始终 你又估计不到 其实原来是 越来越多 香港人过来 嗯 那这边 又是跟香港很不同 譬如 因为方便嘛 所以你的客人 譬如可能 一两个月 都会回来一次 嗯 甚至三个星期 都会再见 但这边 始终 大家对打扮上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 那比如可能 就会变成 以前他们都说 在香港可能 一个月会去一次发型屋 过来就会三个月 才来一次 这样 但是你的量 你就会不停 会见很多不同的客人 这样 例如 例如 你 一段时间 你就会回来 所以你问我 累积了多少 其实很难有一个 很特别的答案 不过这边 事实上 都真的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Redding 我觉得 Redding是很多香港人 嗯 嗯 事从那次 其实 整间店铺 不能继续在这里 你之后 就决定了 在家里做 没错 那家里做 是否困难呢 那时候 因为我看到 每次你去你家 我第一次就去你家 没有去你这间店铺 没有去那间店铺 那你也有很多家餐 那些是你香港就已经带过来 有七成 七成是香港带过来的 另外有三成就是 你都预计不到 你会在家里做 那有些 有些 立即买 那些 eBay 买 没错 是的 但是 其实有样东西好 英国有样东西好 如果你是 做一间 大的屋 其实这里有很多选择 其实是 没错 你起码 你的大厅里面 其实就可以 帮人剪头发的 那当然 你说要做促全套 你说洗头 就好像香港那样洗头 然后洗洗 然后又要 又要 吹吹都 你们都有 就是洗剪吹 一般standard 就是洗剪吹 但是这里又不能洗 那就是剪吹 那就是剪吹 其实是 帮你洗头 好像我现在这样 这个就是 你们现在可以做到的 但是 当然 如果你说 跟本地的客人 本地的博物店 去比 即是发型屋去比 你们的收费 一定是贵一点 没错 有没有 客人投诉过 你介不介意 你们的收费价钱 我们一般剪头发 例如35磅 那里面就会包含 有洗头服务 那剪头发 吹头 那你说如果是男士来计 的而且确 他比较比较比较高 我们的收费会更贵 但是事实上也会有 其实爆货撞爆客 那有些客人 亦都是香港的人 他们会试过 一些比较比较比较 的时候 他们不满意 不喜欢 怎样说 他们通常都会是 就是约了来剪头发 那来到当然就会要求 就是他想染 那有些就很激气 说之前找了一些 博物店 剪到头发坏了 坏了 怎样坏白 其实可能里面的结构 其实头发 layers里面都会有 不同的结构 那可能他们始终 针对一些 中国人 或者Asian的发质 他们不太了解 那比如可能 外国人他们只是剪一些 很solid的layers 那就已经可以剪了个型 但是我们香港人的头发 不行的 很硬很直的 他们很软很弯的 那整个structure 出到来可能是两样东西 那他们剪完之后 好像觉得自己的头发 效果不理想 还有最简单 比如很简单 有些男士 他们一剪完 gel 起来 他会觉得很容易 gel 譬如一般香港人剪 但是可能外国人剪 我怎样gel 都gel不到 又或者整个型 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问我 会不会全部人 都一定要找回香港人 未必的 但是也会有一批客人 他们会最喜欢回香港人 而且有时不用说那么多 就是你剪在这里 有时很不同的 你跟他们要解释得很清楚之外 你给他们一张照片看 他们都剪不了你的东西 很多客人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女士也是 很简单 我给他们一张照片 想剪一些什么layers 他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剪完之后 他就会说 sorry 我也是跟你剪了一个one name 因为觉得这样是最适合你 那你就要给钱走人 但是 其实 我想 沟通上面 或者他们对头发上面的结构 始终是 有些分别的 有些是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我们 有很多时候 很多人就说 你们去到英国之后 好心你们融入社会 就不要整天找回香港人 埋队 这样 可以的话 尽量 如果你说学生 你说找他们上学 他们很愿意融合 又不用补习 又不用做功课 对不对 他们融入得很开心 但问题就是说 不是饭饭都可以这么容易融合 例如你说 有很多东西 香港人要求服务 剪好饭 甚至乎是速递 装修 很多东西 就是香港人 我们有自己的要求 饮食 和饮食 你发觉就是说 有时候 你在英国 就是你 你 帮衬这些服务 你帮衬这些服务 你有时候很火滚 为什么这么火滚 他跟你说话 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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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或者 他都不是很积极 去销 你觉得这些人做有36 不做有36 没有什么所谓 他人都很佛系 很多时候 你见到那些人 绝对 香港就没什么 很简单 香港人习惯的概念就是 有钱使得鬼推磨 对吧 你觉得你自己是 是不是想跟我讲价 是不是嫌我钱 付得不够 你出声 然后我自己逼你 对吧 但是他们不是 对 好像有一次 不知道我车保 那样 车保险 不知道我那时候买 又是贪快 买完之后 原来他有附加条件 有你车里面 装了black blocks 要查你平时 每个星期 他会给你个driving report 很差 我做了 是吗 这样的 然后知道 原来这条款 你拿了东西 然后说 不行 不行 他叫我装 他说 好像说有一次 你过了时间 两个月都没有装 现在又收回你 就是收回你 9000磅的附加费 不是吧 不是 那900磅的附加费 不是吧 因为你约不了我 现在就让你上来装 不是 我们公司的 policy 就是要你装 那不行 然后我就抛去浪头 我今天cancel 他就cancel 他不会跟你拗 他不紧张 对啊 就是你香港的话 你cancel 那我打电话 去跟经理说一下 这样 是钱来的 香港人很紧张钱的 但这些人不紧张钱的 你在面前数钱也没用的 其实就是 这些人就在这麽佛系 所以你没有办法 有钱使不得废推磨 你装修也是这样 搞水电也是这样 包括你现在 你现在 刚刚搬了 换新居 又要整一个 正正式 整一个 发型屋 这样 你又遇到这些新的问题 哎 好痛苦啊 哈哈哈 你期望他 是 你给了钱 给了一块钱 他未给钱之前 答应你的 全部都 兑不了 你要预计他 退迟又退迟 五月尾 六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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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就是告诉你 今天 师傅老婆进了院 没有人照顾小孩 明天又说 因为大雨 我们有延迟 后天就说 不好意思啊 单工程之前 都没做完 我都没可以过来 那 退迟又退迟 最初 你会觉得很激气 但是后来就会觉得 算了 你都没得急的了 一样东西你都要慢慢来 就是 你就是要在那儿等 不停地等待 就是不是说你给了钱 你给 我可能找一些好些 就是 review好的 但是到头来 就是这样 就是 你就是要等 而且他们是 做事是 没有任何connection A做完 到B B 就不会认得A 流水作业 对 没错 所以就很无奈 不过 幸好客人都很体谅 都愿意去等 因为可能这边 又比较可以慢活一点 而且没有香港那么急速 当然 香港租贵 大哥 我租了一间店 原本你答应我 30日里面交到楼 大哥 我一个月租出来 没问题 大哥 你叫我 第二个月租出来 大哥 有十几万 你是不是装修师傅扣钱 你会这样去barrgain 这里的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尝试过 有其他job 不如我加钱给你 你快点帮我搞定 有没有试过这样 没有 其实你加钱是没用的 你从最初很客气 跟他说 什么时候来 到后期 不停推你的时候 我都有跟他说过 我说 不是你才有schedule 我也有自己schedule 是不是 那你什么时候 他喜欢就回覆你 不喜欢就说 我现在很忙 我尽快安排 我打电话找你 然后两天后 都不会听到电话 你有时叫他 他有空就听听你 然后就会找一些 excuse 去跟你说 但是 你要慢慢习惯 去适应这件事 他们都是这样 他说的时候 就什么都可以 但是做的时候 你要预多 很多时间给他们 嗯 基本上 什么都是这样 装修 速递 甚至教车师傅 都是这样 速递 有一个速递的问题 我真是很火滚的 真是 香港平时 大家想到什么都火滚 是啊 如果你个人是急躁 那些零射火滚 譬如你说 你香港 你说信封用的多 如果你说淘宝的话 那你起码 如果他见不到你 是吧 按个钟都没有人应 他会打电话给你 是吧 今天 你1点钟不行 3点不行 3点不行 就是明天 是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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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我最近的Boss Street 那里找 然后我说 不是啊 你看看后面 RG2 对啊 诶 如果你没车的话 你就麻烦了 等巴士有时间 还未必去到目的地 是啊 所以你没那么多时间 你是耗不备的 所以尤其是 你一定 你来到 香港人 你来到英国 你放慢了心情 你自己也要变得佛系 如果 你是要融入英国的社会 主流社会 你也要变得很佛系 没错 真的 你不急不离 你骂他又不离 是吧 你不是做 你便骂